如果你遇到这种身穿警服的人上门调查 那么请记得一定先让他们出示证件 这个独居的女孩只因轻易让两个穿着警服的男人进入了屋子 不料几天后她的尸体就被人发现惨死在了大街上 而更让警方感到愤怒的是 从死者遍布身体的伤痕来看 凶手不但对女孩进行过残忍的侵犯 而且就连面部也被故意砸得稀烂 为了彻底隐瞒掉死者的身份 凶手还刻意磨掉了女孩十根手指上的指纹 罗队看着眼前的死者 她发现这个女孩遇害的特征与两个月前的一起凶杀案很是相似 当时那名死者的脸部虽然没有被砸得这么厉害 不过在其身上也发现了被侵犯和指纹磨损的痕迹 罗队认为这可能是一起专门针对年轻女性的连环杀人案 而且警方在观察周围的环境后 发现凶手两次选择的抛尸地点周围都没有监控分布 再加上两处发现尸体的地点相隔不超过两公里 因此警方猜测嫌疑人应该住在这片区域附近 为了尽快抓住这个隐藏在人群中的连环凶手 法医阿明立刻对死者进行了深度尸检 结果让她很意外 因为她竟然在死者身上发现了来自两个不同的男人的毛发 仅仅从这点来看 基本可以确认侵犯死者的很可能是两个人 根据女孩腿上的尸斑判断 她最早被折磨的时间应该是在三天前的晚上 此外 阿明还发现这名死者和之前的死者之间有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的手掌上都有轻微的茧子 而且颈椎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形 罗队听后忽然想到 从两名死者身上的衣服来看 他们的生活条件应该很一般 因此她怀疑这两个遇害的女孩 会不会都是在工厂工作的打工妹 为了尽快确认死者的身份 罗队立刻查询了最近报案的失踪人口资料 再仔细筛查一番后 她发现这其中有三个女孩的身份 恰好都是外来的务工人员 而且其中两个女孩的失踪的时间 也与两名死者尸体发现的时间很是接近 罗队计算了他们被报案失踪到发现尸体的时间 她发现每次凶手都会囚禁这些被害者最少三天以上 而最近刚刚失踪的一个名叫郑杰敏的女孩 她已经失踪两天了 罗队担心这个女孩出事 于是立刻找到了她的报案人了解情况 从她的房东口中得知 因为她出租出去的那间屋子房子没有热水 所以隔壁租房的那个女孩 不但每天下午六点都来借用她的卫生间洗澡 而且每次还会热心地顺便为她打扫一下卫生 不过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她不但一直没见到那个女孩 而且就连她的电话也打不通了 罗队二人仔细打量了这个女孩的屋子 从房间的摆设和柜子上的照片来看 这个名叫杰敏的女孩生活应该很简单 心思缜密的阿如仔细检查了床头柜里的东西 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男性的用体 看来这个女孩也没有正在交往的男性朋友 罗队二人一无所获地刚打算离开 不料一转身突然听见一位大姐嘀咕着怎么天天有警察过来 阿如一听赶紧询问大姐 大姐称在两天前就有两个警察一直在楼道里走来走去的 罗队听后立刻联系警局查询了出警记录 可结果却发现 警方最近几天从未安排过警员来这里办案 由此看来 两名凶手是假扮警方进行的作案 而他们能准确地找到受害者的住处 还知道他们是独居 说明嫌疑人提前对这些女孩进行过跟踪和调查 又或者说他们可能同样是工厂的打工人员 为了得到更多线索 罗队来到他上班的地方了解情况 不料还没等他们开始询问 这里的经理就一副很讨厌女孩的样子 他称郑洁敏这个员工平时工作不但很不认真 而且还经常喜欢吃到和偷懒 之前有一次无辜矿工一天 搞得整个生产线都没完成任务 罗队感觉经理似乎对这个失踪的女孩很有成见 他疑惑郑洁敏是不是在厂里人员很不好 经理一听很干脆地说道 因为郑洁敏的身上有很多纹身 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经常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这导致厂里一些震惊的女孩见到他都离得远远的 阿如听后好像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从经理的办公室出来后 他转身告诉罗对这个男人有问题 因为他刚刚在进入经理办公室的时候留意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这个男人喜欢对自己的员工动手动脚 而那个女秘书的反应却是一副很嫌弃他的样子 这就说明他已经迫不得已地被这个经理骚扰很久了 而阿如在郑洁敏家里的时候有留意他的生活照 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没有发现他的身上有纹身 阿如猜测他的纹身应该是在一些隐秘的地方 假如这个经理没有对他进行过骚扰 那他是如何知道女孩身上那些纹身的位置的呢 再加上他在话语中对女孩的那种成见 阿如不得不怀疑 这个经理应该曾在骚扰郑洁敏的过程中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才对女孩怀恨在心说他是个不正经的人 罗对听后认为阿如说的有道理 于是立刻起身去找这个经理 而他们一推开办公室的门 就看到经理正在骚扰他的秘书 罗对直接将其逮捕 并怀疑他就是绑架郑洁敏的凶手 可随后他们从秘书这边得知 他们的经理最近一个星期一直在外地出差 直到今天上午他刚刚回来 不过他之前倒是听杰敏说过 他在回家路过楼下酒吧的时候 经常被一个有骨子的男人跟踪 所以他认为抓走杰敏的应该不是他们的经理 就在罗对毫无头绪的时候 警方再次接到路人报案 罗对赶到现场发现遇害的女孩 正是他们在找的郑杰敏 他看着死者的惨状 懊悔自己终究还是没有赶到凶手前面 将尸体带回警局后 阿明完成尸检发现这个女孩与其他女孩一样 同样被侵犯磨破了指纹 以他对犯罪心理的了解来看 也就是说下一名受害者很可能已经出现 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在女孩的头发和衣服上面发现大量花粉 而这些花粉还都来自不同的品种 因此阿明怀疑凶手应该是长期与花卉打交道的人 得到线索 警方立刻对市区内的花店展开了排查 结果罗对意外发现有一家花店的位置 竟然恰好都离几名死者出事的地点不太远 几人认为这个花店有问题 可当他们赶到这里后 竟发现地上有很多打斗的痕迹 而且阿明还在散落的花苗中间 找到一条女士的项链 看来已经有新的受害者被凶手绑走了 接连两次被凶手抢在前面 罗对对这个结果表示十分的愤怒 他来到死者楼下的酒吧找到了这里的经理 并直接质问他是否有个长胡子的人经常在这附近 酒吧经理刚开始还有点嘴硬 不过被罗对教训一番后 他老实交代称有个名叫洛奎的男人 之前就喜欢假装警察在酒吧勾搭小姑娘 因为这个 他还在拘留所待过一段时间 两个月前出狱后 他便经常来酒吧寻找猎物 而且他还听说这个洛奎很喜欢在大街上偷拍女孩 罗对得到线索立刻让人调查了此人的资料 阿如看着男人的档案告诉洛对 假如此人就是凶手的话 那他怀疑这个洛奎应该是在监狱里待得太久了 所以才导致他的欲望升级开始了连环作案 按照他现在的作案频率来看 花店被抓走的那个女孩估计很快就会有危险 为了尽快将这个男人给找出来 罗对迫不得已找来朋友小野帮忙 并让他乔装打扮不断在酒吧附近闲逛 果然没过一会儿洛奎便现身上钩了 小野故意来到一条没有行人的小巷 熟悉这片区域的洛奎早已潜伏在附近等候多时 可就在他准备对小野下手时 及时赶到的阿如直接用飞镖制止了他的动作 罗对见到小野受到惊吓 愤怒地直接一拳将此人打晕了过去 将洛奎带到审讯室 面对审问的他仍然一副吊儿锒铛的样子 阿明这边已经将此人的毛发与死者身上发现的那些做了对比 结果确认他就是这起连环案的凶手之一 不过罗对认为以洛奎扭曲的性格 恐怕他不会轻易供出同伙和花店女孩的下落 阿如思考片刻后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他让警员先假装对洛奎进行正常的审讯 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千万不要提及毛发对比结果的事情 然后再以证据不足将其给故意放出去 他在得知警方目前还没有证据后 出去的第一件事必然会去联系同伙销毁其他证据 果然 洛奎在从警局出来不久就直接来到一座废弃的仓库 阿明来到三楼发现一个房间 而这里到处散落着被害者挣扎留下的血迹和毛发 另一边寻找同伙的洛奎听到了深厚的动静准备逃跑 罗对见行踪败露立刻追了上去 他的内心早已被磨得干干净净 洛奎意识到警方已经发现了楼上的现场 面对罗对快要失去理智的愤怒 他赶紧乖乖交代出了同伙的信息 他称和他一起作案的 正是那家花店的学徒小周 小周已经垂涎自己的老板娘很久了 每次他看到老板娘的眼神快要冒火了一样 如果按照他这个同伙的癖好 此刻的小周应该正在天台上作案 阿明这边得到消息立刻赶到了楼顶 果然 正打算对老板娘下手的小周见状撒腿就跑 不过慌不择路直接从楼顶掉下来摔死了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